好 回到《金言直》 這首廣東版大家知道 情憑誰內定賽對 這首歌叫《我的愛在我身邊》 都講過了 但有些網友說聲音很爛 這首歌叫金言直的歌手 為甚麼會播呢 不是因為想播譚詠麟 而不方便播譚詠麟 所以選擇這首金言直的《我的愛在我身邊》 不是這個原因 是我在錄影YouTube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應該是幾年前已經做的節目 叫做《隱藏歌手》 韓國的綜藝節目 但是一年前就被人放上YouTube 不知道為甚麼 我在看甚麼 無端的在我看 那一集就是 隱藏歌手其實有幾個人去參加 即是不出樣的 有些《箱》 中藝節目 在箱後面 一人一句 那一集的主題就是《金言直》這個歌手 大家模仿他 好了 唱完了 沒人唱一段 然後觀眾就投票 誰是最似的 誰是最似的 誰不是這樣 怎樣 他們呢 去到 譬如我去講韓文 因為沒有字幕 大概是這樣 譬如大家覺得四號最好 誰知道開箱 原來是沒有人的 為甚麼沒有人呢 原來呢 就是因為現在是科技 他們將《金言直》 誓去1991年世世 90年年尾好像 誓去30多年的歌手 那條聲 拆了出來 現在是科技 再播過 那於是 人們原來才發現 原來我們不是在聽一些模仿的歌手 是聽到《金言直》的聲音 淚流滿臉 因為講韓文 我不知道講甚麼 大概是這樣 我突然想講一下這個歌手 這個歌手呢 其實就是韓國 現在K-pop 其中有一個 典堂級歌手 但其實呢 他真的有點皇家俱感覺 為甚麼皇家俱感覺呢 因為其實他過生之前呢 他過生的年 32歲 和家俱一樣 32歲 其實呢 他不算是一線歌手 大概都是 OK啦 因為為甚麼呢 他由1982年出道 1980年出道 第一隻專輯叫《春夏秋冬》 為甚麼是 Underground 即是地下歌手 地下歌手 終於出唱片了 80年 1958年出生 其實都是21、22歲 其實 出完一張、兩張、三張、四張、五張 OK啦 最好賣那張可能有三幾十萬張 對比當時的韓國 娛樂圈如果好賣那些 說是賣百幾萬張的 因為你韓國也有幾千萬人嘛 說你賣了三幾十萬張 你可以覺得他一定有名氣 但又不算是大紅的那些歌手 OK 但是他隱藏了很多歌迷 但是呢 1990年過世之後呢 他經理人的唱片公司呢 就跟他將 後來出《尤傑斯》的那張 第六張的大碟 就反而 大賣了 因為過世了嘛 而他們後來就有很多致敬的歌曲 也有很多唱片公司 甚至乎找回一些在醫院裏作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哼出來 就找手機錄也好 說完全沒有錄音技術的 總之拿到出來的東西就出碟 就是這樣出 但是呢 反而之後呢 因為因此而那些人慢慢慢慢 去看回那個故事 但是國家上那個 就是往日總是美好的 是不是有多少神化他 神化了他呢 就是放在他神台呢 這個大家 就是我們不是韓國人呢 就自己去判斷了 但是呢 比如這首歌 剛剛他的首歌叫做 《我的愛在我身邊》 在他過世之後 才推出的一首 專輯裡面的其中一首歌呢 當時就真的是 大熱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是登行show 第二是你們說話聲 難了心思乎 我們覺得有些音呢 他是阿倫自己 唱高了還是原曲唱低了呢 似乎是原曲 他唱不到那個音 於是看到幾個音是flat 平一點的 為什麼呢 這首歌呢 其實呢 就是他 在醫院 應該就是離世之前 在醫院偷走出來錄 錄給他老婆 還有一些朋友跟我們告別的歌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覺得有些音 不太到啦 聲音有點爛啦 他本身 因為恩律環可能 都很walk的 都是有些沙的 但是未至於這樣的 如果你了解那個背景 原來他那時候已經是 因為他錄完這首歌呢 應該是一兩個禮拜後就離世了 你知道他那個情況嚴重啦 那麼他離世前還跟經理人通電話 他覺得呢 第二天可以出院 還可以去錄歌的 但是 你跟著就很急急轉直下啦 OK 好了 金賢席呢 跟他太太呢 是一間服裝店裡認識的 1982年結婚 有個兒子 金賢席就說過 他人生最幸福的時光呢 就是 跟他老婆結婚 生了個兒子啦 不過呢 不知是創作人還是怎樣呢 他重情煙酒 爸爸媽媽媽 姐姐就移民國外 那他呢 老婆呢 頂他不信啦 那 有時都跟他分開 住的 那他單獨生活 生活就變得更渠輝啦 到了1989年呢 身體出現綿嚴重問題 我上網看呢 有些人說 他有愛滋病引起肝炎 有些人只是說肝病 就不是 不是很清楚啦 開始頻繁進出醫院 1990年11月呢 肝硬化離開世界 他很大啊 事年是32歲啦 其實31歲多 還未生日 那麼 他這一首 《我的愛在我身邊》 是他過生之後才發行的 那麼其實呢 這首歌呢 就是送給他太太的 OK 就是《我的愛在我身邊》 我想他過生 過生 或是臨過生之前的回憶 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原來竟然就只不過是 跟太太和兒子平平淡淡 各奮鬥生活 好了 那麼這首歌呢 其實呢 他那個人生 《金言直》呢 都改變過電影 好像叫 不知什麼 《音樂之路》 還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金言直》 你看看 有些電影的資料就不多 那麼 那時候阿倫呢 應該是8990年 聽過這首歌 搞了很久 終於搞了一個版權 OK 但是呢 請問誰來定錯 阿倫就說其中一首最喜歡的歌 那我覺得OK的 是好聽的 但是呢 那種 這些就是音樂超越語言 你剛才聽下去呢 大家玩得靜心聽下去 剛才我們在chapone 沒有什麼 說那種 悲傷絕望 還是怎樣呢 你是會 好像我們看這個中年好聲音 感覺到的 OK 嗯 肥媽 是啊 好了 另外 那日本研究 我覺得這些不用研究的 他說做的那些學童研究 發覺呢 每天呢 上學乘車多於一個小時 那些年輕人呢 有抑鬱症的風險 就高了一點六倍 那我想呢 那他就首先講他的調查先 他有調查了1900個學生 OK 那麼發現呢 1900個學生裡面呢 只要他們乘車 多於一個小時 跟乘車不用三十分鐘 即是回家 不用三十分鐘的人 就相比呢 出現骨症的風險 都高到一點六倍 有焦慮症的風險 都高到一點六倍 那而最嚴重的就是 回復的學生裡面呢 1900個學生裡面 三成呢 是要多於一個小時 喏 其實這些調查呢 是很難不可學 我真的不明白 這些東西是大學來的 哪間有沒有寫 我這間是 日本大學 我實情是全國最大的 私立中合大學 為甚麼呢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 你問我 我沒有讀大學 我沒有讀這些 統計 就是說 你要說 在一班學生裡面 1900個學生裡面 我 sample 這麼多 他乘車 多於一個小時的 患上的抑鬱症 就是1.6倍 多於乘車 少於半個小時的 這是調查得出來的事實 但是 他們是不是因為乘車 多而引致 他們抑鬱症的情況呢 這是你不能直接推論的 他可能因為 住得遠了 可能也是家庭環境 各樣東西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的經濟和各樣東西 他為甚麼不找這些學校呢 成績好些的話 找一些好些學校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看這些暴露 我覺得 很不科學 如果是這樣 吐女老鼠 我們的中港兒和那個抑鬱症 我們的跨區學童 都害怕 是不是 但是抑鬱症 我覺得未必是因為跨區 未必是因為坐車內 是因為那個文化 不相同 譬如 是吧 又或者 我真的好想不去 我明明吐你 我住這個鴨尼州 我們就想 是用我送我去拔萊條 你六點鐘起床 是不是那些東西 壓垮了去呢 還是因為他乘搭那程車呢 即是我的問題是這麽意思 好了 另外呢 這個我就不說這麽長了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下節很精彩 下節我很想介紹給大家 十個自爆超窮的藝人 這麽不太好說 我只是說一件事 根據他們的 黃浩信 高凱寧 張秀文 江若林 甚至黃祖明 蝦頭 唐文龍 那些 情況 都是 大同小異 事實上做娛樂圈 你問我 的先決條件 就不是你聲色偽傳 你先決條件 就真的不能夠太狂 或者你不能夠成為養家那個 好像我見到剛才我們說的大堆名字 什麽張燕博 是吧 他們呢 在捱窮的時候 可能可以和我家裡灘 或者是不同的家裡灘 甚至乎我只有幾十元 都有試過的 大家知道娛樂圈這麽東西 但是呢 你不是要死養家嗎 我相信你那時候 如果有養家 你根本就不能做娛樂圈 沒有條件做 我家裡沒有錢 但是也不用等我拿錢回去的 你才有機會捱下去 然後 或者捱到出頭 或者捱不到出頭 你想想 未必有工作 或者人工很低 8千元一個月 那你怎麽呢 是吧 沒有工作 更嚴重了 那些唐文夢 原來他說 他離開TVB之後 經歷了兩次低潮 一次接近一年沒有錢供樓 要靠父母朋友幫忙 第二次足足兩年沒有收入 唐文夢 我講他這些 這些人才沒有多久 在TVB 離開TV之後 我想可能是2000年那些時段 即是九幾年開始拍電影 那你這麽大的男人 不供樓都要靠家人 一年兩年沒有收入 那你怎麽捱呢 即是少一點 你這麽的心臟弱一點 就沒有了 那有錢可以推輪 你有知識你不肯做雞 我不是說娛樂圈是做雞 但真的更加容易引誘 是吧 你怎麽見到 嘩他又這樣 這樣 好了 你自己沒有勞 不要說有些老闆 或者有些屌 有些女人抓過來 每人有個老闆想出你 真的不要說那些 喂 出去吃飯 有時候 譬如你和 這個 這個 這些人 好朋友 阿Lillian 什麼事 喂 你這麽都不是辦法 明晚呢 我有班老闆跟我吃飯 不如你一齊出去吧 起碼陪下吃飯 也有幾千塊落袋 又不是在那裏做什麽 你不要這樣啦 我會看著你的啦 A Lillian 也可能不是想你做什麽的 想你拿回幾千元 有些少錢 扎下桌也好 馬餐餐食合理道 都不是辦法的 你有沒有衣服穿啊 其實有時候都會這樣 借上衣服 一出去 A Lillian 當然 未必是有心洞他出來撈 當然也不排除 他未必是要抽勇 我說你不出去撈雞 這個是我好姊妹來的 一起撈 這樣嘛 還有 即 你人是會這樣的 你不覺得自己好想了 你就想帶別人來也好 你覺得自己好想了 就拖蠻給一起去 人是這樣的嘛 好了 如果你出去吃飯 嘩 有什麼事 過張生在吃蚊子看著你 沒有啊 我都不覺得 不是的 有網了 喂 屌你老母 你不可以送給你回家 是不是 人家幾千元跟你吃飯 那你說真的 你一吃 你一吃貧吃得太久 喂 真的很難不背 那叫張生一邊開車 你居住哪裏 我居住 收茂平 你覺得很難開口 喂 我是一個 傘子 告訴人家居住收茂平 他不好意思說 不用啊 我居住很遠的 你在觀塘地市站放下 我可以了 你居住觀塘嗎 不是啊 我載到你回去也有車 免得 都好像不適合 其實我居住收茂平 收茂平 咦是嗎 我小時候也住在雞寮 嘩 咦 這個張生 喂 是啊我們小時候 他很窮啊 怎樣怎樣怎樣 原來這個張生 白手興家 當你再看他 再看他 其實 他都不是很老 很老而已 四十多五十歲 當然啦 這個Maisy 其實只不過是十九歲 二十歲而已 哇 很成熟男人 張曉銘 誰啊 張曉銘 張曉銘 屌糟糕啦 張曉銘 不要想到東西啦 OK 好啦 落到 去想到 家裡的樓下 我到了 這裡就行了 不要 等一會 做甚麼事 你倆沒有 他開門開司機位 天氣涼安 我看見他那麼薄 他穿得很薄裤 然後說 下次有機會 見面才給我 你怕你冷 嘩 我不用了 我怎麼給你 有機會 不給你 有機會的啦 他說 拜拜 早晚 我看著你入閘 我告訴你 謝謝你 嘩 好呀 這個 喂 食貧那麼久 對吧 就算我和我一起的男朋友 以前的同學 還在說甚麼 去捉個POKEMON 嘩 甚麼事 拿著這件大衣服 就好像一個 溫暖的 大男人 哭著他一樣 一邊走 看看他 拜拜 我還要喝煙 你老婆 老實說 老實說 要不要一下子就要搞你 老實說 這些情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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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 好了 其實真的 慢慢地 有哪個女生 不想被人搞 有哪個男生 不想搞新女生 這麼簡單 OK 好了 我們先賣一下廣告 各位網友 今天是9月3號 剛剛開學 這兩天 可能街頭靜悟一點 但是以我 那些網友的年齡神 我不覺得你們會有子女 是剛剛開學 或者要你們送她上學 所以 為甚麼會這麼安靜呢 2908888 這麼熟悉的電話 我記得了 OK 好了 大家記得多點上來買東西支持一下 本台 頂金馬三王 348.5元 中九成 講講再兩個星期就中秋節了 那大家 如果想給一些驚喜 你們喜歡吃榴槤的親朋戚友 這是最佳選擇 你們相信我 OK 下一張 下一張 黑刺月餅 258元 四個裝 好 再去 好了 我來不來 我要介紹我這個 充滿香港的濃縮乳湯的 這個乳湯呢 真的是濃縮的乳湯 你這樣加水 你自己鹹甜自己調 不加料呢 其實都是很好吃的 如果呢 你加些料下去呢 譬如我經常說的 什麼聖瓜節瓜 你喜歡啦 蝦米 什麼都可以 它根本就是 家裡媽媽煲的乳湯 我們用來做湯底就可以 用來煮東西也可以 煮麵 各樣我都非常推介 33元而已 OK 而且不用放雪櫃也很重要 上到來呢 這個是 這一個月我都認為是 蜜劑一定要賣的東西來的 OK 下一張 好了 我們一向買的就是JAL 那個頭等倉 限定期間限定的 三日蜜金汁 三日蜜金汁 每一瓶 就由五個蜜金 去榨汁出來的 這一種呢 就不是純果汁了 價錢一樣 它是Cider來的 就是汽水 不過汽水又不會坐那麼多 OK 大概我覺得它應該是 一個領的金 然後加一些調味 去沖 加一些調味 喂 這樣聽下去當然沒有 JAL說五個蜜金汁 一罐汁這樣 但是喝下去呢 我覺得它更好喝了 好喝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 否則我不會推介 我又不多得幾十瓶而已 也是期間限定的 如果 上開來熱了 喂 雪櫃裡面拿汁 28元 好 再去 另外這個呢 這個是純天然 無添加 三日蜜金 我們有兩款東西的 布丁和啫喱 這些什麼布丁啫喱呢 一般超市呢 如果是啫喱呢 十幾元 我買多少錢呢 我忘記了 二十幾元 二十八元 但是呢 那天有網友 在看著我 我一吃呢 直眼直前又大了 當然又不是那樣東西啦 那大家的機會呢 都是二十幾元 那啫喱和煲蝶呢 好突出 那些甘味 那些香味呢 那些甘味呢 那些甘味呢 已經患上了 就噴頭龍 都很快 啊 就是 那一天就咳了 那一天就咳了 那一晚 不是 不好 幸好我有 Wire Stop 回身 一噴完 立即搞定 第二天沒事 繼續這個行程 那為什麼我可以介紹呢 因為呢 我不是看 我們偉大祖國 又說什麼東西 猴斗啊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在奔州會出現的 那麽嚴重的 是 其實這一陣子呢 我們香港自己附近呢 都很多人再去中COVID 很多 我身邊 那但是我主要不是 從這些途徑看的 我主要途徑從呢 就是我們友台 就是台長的台 他叫黃發凌師傅 喂 黃發凌師傅 黃師傅有沒有聽過節目 今天 OK 好了 他呢 就說今秋呢 應該十月呢 十一月呢 會再來多次的 是啊 那麽我先介紹一下 我晚一點 我打電話給黃師傅 我問清楚呢 我可能我都會翻譯一些口罩等等的東西 再做 再撿多次 發廣爛財 那麽我想現在 多數有些準備了 那麽但你就算再爆也好 我想你不會封關吧 那麽大家要小心一點 OK 就是 我又覺得這樣 有很多人到現在 都很喜歡笑別人戴口罩的 那麽我就覺得沒什麽的 你不想逼我 你喜歡戴你便戴 我又不會覺得你是吳家產的 但你不要逼我戴 你想想 不過有些人是喜歡戴 後來我就知道我怎麽解 我在 我看 我一家的長生外餐廳 有個女生真的多漂亮的 她的老公 原來她呢 戴了更漂亮 戴了更漂亮 她除了都不肉酸 她除了都不肉酸的 但是 她最漂亮的就是對眼 嗯 眼 因為原來除了呢 就discount了 都是OK的 但是真的discount了很多 她未脫口罩 就直接是 哇 你上個媳婦的 有幻想 是呀 一除了呢 噢 不敢 又不是肉酸 但是就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特別是有小朋友 買電子裝在家裏 好 再去 木經眼藥水我就不多說了 真的呀 我不知道什麽時呀 我的網友說不sponsor 或者我覺得 你這麽便宜 你都不來買谷子 就錯誠 不sponsor 那就沒有了580元 效果那些我不特別說了 反正我的兩天效果 Volta L都可能會上來 好 是不是沒有上呢 沒有上我們先回來 我有兩樣東西要跟大家說的 第一就是我們AI又錯班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好像現在還差三個 還是怎樣 多一點都無所謂的 那這次我們會在葵卿那裏舉辦的 那當然啦 你完成課程 也都會有個certificate這樣的東西 那大家盡大報名 84-81079 1380元 那今天呢 我們有個 Jesmond 有個 就是 報了一個名字 AI的 Elementary 以及Avance Class 即是中班 或者高級班 哇 他都在跟我一起說 真的覺得很powerful 我講真 這次我們AI班 尤其是 我已經達不到 你們上來順便賣東西 那個效果 因為你們在葵卿上課 我抽佣的抽很少 但是我真的想大家 你真的要懂 其實阿正你都要去學 你去學我們公司給錢 是沒有得不懂的 不懂你含糟糕的 真的 很糟糕 而且不是你想到那麼難 我們現在是激活的 我們現在是激活的 因為我們香港是被人 blog了 查GPT不讓你們玩 那你是不是要成為門外王 你想一下 你平時可能要用一連續的東西,我一個按鍵就做出來 電腦始終不是人,你不知道AI那樣東西 因為你還是覺得,電腦就是電腦,人就是人 不是啊,所以我說你起碼一定要學,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你可說不要聽啊,我們想著我做一件事,我已經叫同學跟我做同學 行了,收到,我已經叫我錄定段,30分鐘不斷說話 因為他等我AI學多一點,我把聲學多一點,我學多一點口型 然後每一天跟我發新聞,那以後你們,我可能給你一天可以發100條新聞 每一條五分鐘,得斷出 你說如果我們真的要找一下啤梨,找個人不要去100段,找個人 一天錄10段新聞,一段可能要錄10多分鐘 我多便宜多賤,我收到幾百元,又要找人和你錄,又要剪片 你一條片是不是一千幾百? 嗯 我不管你的商業效果,可能你收到很多廣告 但是呢,我按個按鈕,十條片出光 我請一個人給他一萬多二萬元的薪金 他一同我出十幾條片 他只想想這件事,所以大家快點報名 另外呢,就來到中秋節我會有好介紹的 但是我真的要設計介紹,我上個禮拜呢,我們其中一個開食市的網友就跟我上來買東西 那我給我睡了去買一隻醉包,你吃過吧 嗯 即刻當晚,就WhatsApp我,哇,很冷靜,那是甚麼汁來的 喂,各位網友,真是不要以為我睡夠了 阿正你試過呢,我們現在睡到鮑魚,是不是好吃? 是 和阿東那隻比呢,是不是真的好吃? 是呀 因為他一定更好吃 為甚麼呢,不關阿東的,首位是 是我們那隻鮑魚,我那隻鮑魚,我都百多元回來的 你看,你平時街,那些藍地鮑,好像蝦一樣動的 都是講三兩十塊錢,我百多元當然是不同的 嘗嘗先啦,OK 好了,我們待會第六節回來有片的 大家看完這段片,我們繼續做節目 為甚麼呢? 請看完整個之前